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千诚探秘 这起案件是澳洲历史上最离奇的案件之一 1980年8月17日,林迪·张博伦和丈夫麦克·张博伦 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去乌鲁鲁度假 原本开心的度假竟成为全家的噩梦 傍晚时分夫妻俩生火做饭 他们六岁的长子在一旁玩耍 两个最小的孩子折在不远处的帐篷中熟睡 录夜后,也就是当晚8点时 帐篷内传来惊声尖叫 林迪纹身赶紧冲过去 眼前的一切让人震惊 林迪看到一只澳洲野狗从孩子们的帐篷中跑出来 嘴里仿佛叼着什么东西 很快就创进夜幕中 林迪心中隐隐感觉不妙 她迅速地打开帐篷 发现摇篮里九州大的小女儿阿扎利亚已经不知去向 被子也被搅乱了 接着警方展开搜查 有证人说曾听到孩子的哭声和不知名动物的嚎叫 此外,在张伯伦一家帐篷的四周 也有发现野狗的脚印 随后在离营地2.5公里的野狗窝盘 发现婴儿的衣物 一件沾满血迹且湿破的连体衣 一件衬衫和一双毛线袜 经过几天日夜搜寻 警方依旧找不到婴儿的尸体 还有一件花边短外衣也没找到 根据以上情况推测 基本确定婴儿没有活的希望了 失去了小女儿是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噩梦 实际上,两人今后的悲惨遭遇才刚刚揭开帷幕 因为媒体和大众不可能相信澳洲野狗偷盗婴儿 实属无稽之谈 澳洲野狗在大众眼里是怕人的 所以无论警方如何在镜头前向人们展示婴儿带血的衣物 澳大利亚的媒体与群众还是选择相信野狗 对张伯伦夫妇充满了敌意 媒体甚至认为这并非单纯的意外 为什么衣物没有撕成碎片 野狗怎么可能叼得起十半重的婴儿 为什么婴儿遗孩都没有找到 还有婴儿的短外套拿去了 媒体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 是夫妇俩狠毒下手杀了自己的骨肉嫁祸给野狗的 媒体的理由是历史上确实没有发生过野狗杀人案 但父母杀害亲生孩子的案件倒是不少 悲剧发生后 林迪在公众场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这与大众眼里绝望母亲的形象格格不露 于是众人便更加相信他们杀了自己的女儿 动机是与某种邪教献计有关 而野狗只是挡箭牌而已 在1982年10月审判结果出来 林迪被认定有罪 被判终身监禁 她的丈夫因包庇罪被判18个月缓刑 但事实上整整两年的侦查和审判 缺失太多定罪条件 林迪不断上诉 幸运的是在1986年终于找到丢失的婴儿花边外套 是在野狗窝意外找到的 于是重新展开调查 1987年张伯伦夫妇被定无罪 虽然林迪也被示范 但林迪本能被媒体和大众冠为女魔头的名号 不过在这之后 野狗杀人的事件越来越多 公安福内折岛上就有400多起野狗袭人事件 2012年此案最终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定乱 是野狗杀了女婴阿扎利亚 作为补偿张伯伦夫妇获得130万澳元的赔偿金 而这出长达30多年的闹剧 也成为了澳洲历史上媒体审判的典型恶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